对于汽车一直流传者一句话 买车容易养车难 之前还觉得说的太夸张了 可是后来想想这句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汽车价格是便宜 想买车也容易 可是后续还有一期的保养维修燃油 如果想用车 想想你真的做好买车的准备了吗 今天咱们就来细数用料十万的车 一年要花多少钱 首先买了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买车险 没有哪位车主说买了车不买保险的 一般来说一辆十万的车 一年的保险费大约在三千块左右 而现在很多车主保险也是都很强的 毕竟现在的交通事故也是高发 除了基本的还会买很多其他的保险 比如说三折之类的 保险越多一年交的钱也是越多的 在保险费上就有一笔很大的开支 其次开车需要加油吧 可是现在的油价可不便宜 再加上现在交通拥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汽车就更加耗油了 就按照现在车辆大部分的油耗来看 一百公里怎么也得六升到十升的油量 现在的油价大概在7.2块每升 上下班就按二十公里路程来算 那么一年的油量就是四百三十二升到七百二十升左右 算下来就是三千到五千元 还不加上平时出去玩所产生的油费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停车费之类的 现在的停车费也是比较贵的 带着汽车买了开了要保养吧 基本上每半年就得做一次保养 十万块的车一次小保养需要三百块左右 不管其他的刹车油之类的一年保养费都得一千块 而且现在开车小刮蹭是少不了的 就得额外产生一笔修理费 就算是新能源汽车不用加油 但是保养费也是少不了的 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就是电池 电池也有自己的寿命 一旦电池不能用了 换个电池组也是要花不少钱 所以说一辆仅仅十万的车养起来 花的钱都比你想象的要贵 加 Data 加码 加码 加温 加密会 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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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